长龙填保单写到手软的景象 还记忆犹新被称为防疫审单 只要500元隔离就理赔10万 但现在这超省保单恐怕要赔钱了 已经赔了他1万出头了 距离这个1万 距离这个1万1000件 1万2000件 已经快达到这种 这个濒临这个 怎么讲 不能讲说亏损 就达到他上线了 这样差半年多的时间 那未来还有半年 那所以说这样保单 他未来的趋势 应该是会亏损 当初500元就能保 也让台产收入19.13亿元 不过今晚会统计到7月14号 理赔件数已经高达10896件 理赔金额10.54亿元 已经占了总保费收入的55% 从5月中疫情大爆发 台产6月理赔就有5114件 成为最高峰 更是过去理赔件数的5.8倍 7月上半月4904件 逼近6月整个月的水准 现在业者估计 如果理赔超过1.14万件 就会变成亏损保单 但现在随着疫情趋缓 疫苗陆续到货 疫苗显成为最新的当红炸子机 目前市面上疫苗显保费最贵200元出头最便宜甚至百元有找 不过保险区间有差异 多数保单落在14天内 另外不是在国内打的疫苗或是年龄太大就不在保险内 强打疫苗更要超前部署买保单 比较清楚才能真正买到保障 暂时我往床里听他不懂